Hello,大家好,从这段时间的反馈来看,光谱与软件的学习曲线比较陡峭,所以我录了一个详细的入门视频,以后大家再用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是软件bug的修正,我修改的软件创单小谱0.1版本,在低于1080p分别里的电脑上,软件会显示不全,像下面这部分显示不出来 这个bug在创单小谱0.2版本已经修正,下面就能显示全了 其次,软件运行需要.net 3.5的环节,如果系统缺少这个环节,首次运行的时候系统会有提示,按照它的提示下载并安装此功能就行 安装完成之后,软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Win11有点特殊,如果双击软件之后既没有运行,也没有提示缺少.net 3.5的环节,那可以搜索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然后把这个.net 3.5的半选框把它点掉,然后点确定 点完确定之后呢,再重新把这个半选框选上,然后再点一次确定 然后它会重新安装一下.net 3.5,以后就正常了 接下来详细说一下软件各个部分的功能 首先是菜单了,就文件,就一个退出工具呢,就是视频控制,然后校准拨长 这个是我们一会要选择的一个拨长 然后这个其他的不重要了,然后这个视频控制呢,就是我们需要弹出的这个对话框 然后保存官普图像呢,就是保存的这一片图像 然后保存相机图像呢,就是保存的这个黑色的这一片图像 保存全部图像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图像 如果大家需要让我看光谱的话呢,一定发这个全部的这个图像啊 因为有一些参数啊,需要看一下 导出光谱数据呢,就是拨长和对应的灰度值 然后这个地方是视频输入设备,就是选择我们的光谱仪的 笔记本呢,一般都会自带一个摄像头,就是零开头的 有的时候不小心选择那个摄像头呢,软件会报错 这收装没关系,直接关掉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软件的根本录像有一个ni.txt文件 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ni文件删掉 然后软件会自动重建 熟悉之后呢,可以把它打开 看一下里面的参数 这些呢,就是软件的一些配置参数 包括那个校准的数据什么的 我们看这个video input parameters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video in device 就是我们刚才选错的那个设备 把它删掉,然后保存一下 再重新运行软件就行 说的这个校准的数据啊,就是理论上来说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校准一下 但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下次使用的时候 基本还是准的,就不用校准了 如果换电章的话,就把整个文件一起拷贝过去就行 然后我们重新运行软件 然后在视频输入设备上选择这个USB-ZH这个设备 然后再说一下数据线的问题啊 如果用的是自己的数据线 然后长度还超过一米的话 一定要选这种带磁环的 否则软件运行不稳定 这个不稳定呢,主要表现为 刚开始的时候光谱是正常的 然后用了一会儿呢,这个光谱就不动了 然后这个光谱一重新插拔之后呢 那个光谱又开始正常了 这时候呢,就说明这个数据线有问题 就需要更换一下数据线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存储图像 就是名字,还有保存图像的格式 然后这个是存储的路径 就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些光谱图像啊 数据啊,都会在这个路径下面 这一片区域呢,是同步和集成 左边这个呢,我们不用管 是一些同步的功能,不用管 右边这两个数值呢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个下降的速度 这个速度呢 文档是这样介绍的啊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减少这个光谱消失的时间 让这个光谱呢,进行无限的积分 这个解释起来好像比较复杂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明白了 比如这个遥控器 它是一度一度的脉冲 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下降速度射成零 然后我们再来测这个光谱啊 虽然这个区域的光谱一直在闪 但是它的光谱呢,是在不断的积分 不断的叠加 这个呢,主要是测一些闪烁的光源 或者闪光灯什么的 这片黑色的区域呢,就是我们的光谱 以捕捉到的光谱的图像 大家要记住一点 这个软件分析的是 橘色的框里面的光谱啊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框挪走 这个框里面没有光谱 然后下面呢,是没有光谱图像的 所以呢,操作的要点是 把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覆盖在光谱上 然后呢,这个翻转的功能呢 就是把这个图像做一下翻转 如果某一天看到这个图像特别别扭啊 就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翻转 不小心点上了 然后这个高度呢 就是调整的这个橘色的选择框的高度啊 就是它的高度 比如现在这四 然后呢,我把它调大 然后呢,它的高度就变大 一般我们设为四就行了 然后这个起始位置呢 就是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在外轴发现的起始位置啊 比如这样调高或者调低 然后让它正好覆盖在光谱上 这种所有这种带数字的这种输入框 可以鼠标点一下 然后滚动鼠标滚转 它就会数值就会变化 然后这个起始位置呢 是X轴的起始位置 下面这一排是代表X轴啊 这个X轴的起始位置呢 也是可以把它调整它的起始位置 注意这个X轴的数值调整的时候呢 这个光谱区域是联动的 比如我把这个这个放大 我把这个放大 这个光谱呢就是往这边移啊 然后呢我把这个这边的值缩小呢 结束位置的值缩小 这个光谱呢也会往往右边移 就是大家一定记住 显示的这个光谱永远是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框住的光谱啊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拖动这个窗口的时候啊 很可能会导致这样 光谱一下消失了 这时候不要慌 结束的这个位置 改到1000就行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软件的主体区域 就是测量道的光谱 这个区域的操作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操作是校准波长 在这个工具里面选择校准波长 选择荧光灯的436纳米和546纳米 这两条特征谱线 大家要记好荧光灯的特征谱线 每个峰值的波长 从左到右应该是啊 就是这个值应该是360 这个峰 第一个小峰应该是365 第二个峰是404 第三个峰是436 第四个峰是546 然后这个呢 是577 这个是579 这个是611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二级主体大 应该是808 然后呢 这个是436的二级主体大 应该是872 然后呢 这个峰值应该是546的二级主体大 应该是1092 校准的过程 其实就是把我们调出来的标词 放在对应的峰值上 让这个峰值的波长显示为标词的读数 比如这个峰值应该是436纳米 那我们就把436这个标词呢 把它挪到这个峰上面 让这个峰的读数呢 变成436 然后这个峰值呢 应该是546 那我们就把这个546这个标词挪到这个峰值上面来 让它的读数呢 变成546 那什么样的结果就算比较准确了呢 我们通过微调标词的位置 当这些特征峰值显示为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就比较准确了啊 紫外部分相差1到2纳米 比如这个峰值应该是365 显示为363或364 然后可见光部分呢 基本对齐 比如这个404 对齐了是404 然后436呢 显示的是436 546这条峰呢 显示的是546 这个峰应该是577 然后这个峰呢 是611 可见光部分相差0到1纳米 然后红外部分呢 相差1到3纳米 比如这个峰值应该是546的二级主义大 就是1092纳米 那它显示的峰值相差1到3纳米 这个应该是872纳米 它显示为869纳米 就算校准完成了 这样测量出来就比较准确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手动输入校准波长 刚才我们用436和546这两条标词校准完之后呢 可见光部分基本很准了 但紫外和红外部分误差能到1到3纳米 如果想要测量的光谱 主要集中在紫外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校准波长 第一条呢选365 然后确定 然后第二个校准点呢选436 通过移动这两个标词 436现在是对齐的 然后挪动365这个标词让这个峰值显示为365 这样呢紫外部分就校准完成了 然后如果想要测量的光谱主要集中在红外部分 手动输入红外部分的两条标词 我一般用872 872和1092 注意啊还是我说的那个过程 校准波长的过程呢 并不是说让这个光谱去挪到这个标词上 而是挪动这个标词 让这个光谱呢来显示成标词标定的波长 比如872这个方位本来应该是872纳米 我就把这个标词呢挪到这个872纳米这来 让它显示成872 然后呢这条峰值呢应该是1092 那我就把这个1092的标词挪过来 让这条峰值显示成1092 我们测一下摇晃器的波长 然后顺便把这个下降速度设为0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外大概是在940多纳米 第二个常用的操作呢就是光谱的缩放 想放到哪个区域呢就把鼠标放在哪 然后滚动鼠标滚轮 比如577和579这两条特征谱线 我们把鼠标在这里放大一下就很明显了 我的光谱一分辨率的标准就是这两条谱线一定要能区分出来 左下角这个显示呢就是当鼠标不在这个光谱区域的时候啊 它就显示的是呃峰值就是最高的那个峰就是546纳米 当鼠标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显示了所有的位置的波长 然后这个参考呢是做吸收官谱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点了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的官谱的强度都设成一样 呃这个呢等着单独我再出一些视频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现在先不用管 然后这个极小值呢就是显示的是峰谱的值 比如现在就把这个峰谱的值是多少显示出来了 然后这个极大值呢就是显示的是这个峰值 这个峰值是多少就显示到峰值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选择光谱的颜色 然后这个过滤呢一般弄成30就行 然后这个校准完成了就是我们点校准完成之后 这两条标尺就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光谱里面相机的这个控制面板 上面这两个打开资源面板 打开格式面板 这个我们不用管 我们主要看下面这个一个是这个压缩格式 压缩格式主要分为MGPG和YY2 MGPG呢是用的相机自己的压缩算法 特点呢是帧率高 但背景噪音也高一些 YY2呢属于未压缩的格式 特点呢是帧率低 但背景噪音也低一些 大家一般选用这个MGPG就行 然后视频尺寸呢就选这个1920x1080吧 下面这些选项我们主要操作的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Xperial是曝光 默认的是自动曝光 我们需要把这个自动曝光去掉 因为我们的光谱仪呢属于一个暗光的环境 有的时候自动曝光不太准 需要我们手动调整曝光时间 然后拖动这个按钮就行 这个数值越大呢曝光时间就越长 亮度就越高 这个光谱的亮度就越高 然后呢帧率就越低 当调到这个调到负一的时候啊 它的曝光时间最长大约是500毫秒左右 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比如增益啊 对比度啊 白平衡啊 锐度啊 什么的 这些都可以不用管 万一以后调乱了 比如一步行就把这个调乱了 就选全部恢复默认就行了 接下来我再说一些测光谱的小技巧 首先说一下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它都应该覆盖在光谱上 但是有些时候啊 比如我现在测这个荧光灯的光谱啊 我调到负六的时候呢 我感觉曝光有点高 然后我这个曝光调到负七的时候呢 我就有感觉曝光有点低 然后调整这个光谱仪和灯之间的距离吧 我这个桌子的范围又比较小 调整又不方便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曝光调大 然后呢 我移动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让它半覆盖住光谱 这样呢 那个光谱会降低一些 然后说一下这个背景噪音的控制啊 35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 它的穿透能力非常弱 我这个光谱仪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就以350纳米以下的这个光谱的高度呢 作为背景噪音 然后我们观传光谱的时候吧 就有意识的以这条噪音的高度作为参考线 然后这个参考下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光谱 还有一点就是光谱的二级主义大条文 它是一级主义大条文的重复 比如我们看这个紫外手电筒这个光谱啊 它的波长是388 然后呢 它的二级主义大条文呢 是780 大概是它波长的两倍 三级主义大条文呢 是它波长的三倍 光谱的二级主义大条文呢 是一级主义大条文的重复 但它的强度会低很多 波长呢 是一级条文的两倍 比如这个紫外光谱 甚至能看到三级主义大条文 这个二级主义大有一个用处 就是区分机关二级管的波长 比如区分532纳米和533纳米的机关啊 532纳米和533纳米 它们相差1纳米 距离非常近 这时候可以用二级主义大条文 分别是1064纳米和1066纳米 相当于把误差 由原来的1纳米 放大了两倍到了2纳米 而我这个光谱一来 区分2纳米的波长 是非常轻松的 然后再说一下眩光的控制啊 是否有眩光 是判断光谱测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比如这样明显看到光谱比较亮 或者其他的区域有光谱出现 说明眩光比较厉害 需要降低曝光时间 或者增加揉光值 眩光控制的好 光谱才能比较准确 我找了几个案例啊 首先是失败的案例 可以看到这个紫外部分非常高 而且不规则 下面这些呢 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紫外部分呢 基本是平坦的背景噪音 然后红外部分的二级主义大呢 是一级主义大的一个简单的重复 讲完这个技巧之后呢 大家就能自己来判断测量的光谱 是不是合格了 然后是光谱一角度的控制 比如我测量屋顶光源的光谱 这个光源大概距离我三米 去掉揉光纸之后 光谱一的定向性会非常强 这时候呢 需要扭动光谱一来找好角度 扭动的时候同时看着这个软件 比如这时候发现这个光谱了 说明光谱一对准这个光源了 这时候呢 光谱一就不要动了 然后调整一下曝光时间 就能比较准确的看到这个光谱了 然后可以选停止运行 然后就来分析这个光谱就行 然后说一下揉光纸的使用 我这个第二代的光谱一呢 揉光纸并不是必须的 但有些条件下呢 加上揉光纸能使测量更简单一些 比如强光源呢 点状光源呢 激光呀 或者是不方便调整距离的光源 使用的时候可以用我那个风口的胶带 把这个揉光纸盖在这个弦缝上就行 比如我们测量这个手电筒的光谱 基本不用调整角度 直接对着揉光纸照就行了 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这个光谱 比如我们测激光 也是照在这个揉光纸上 非常方便的就能看到808纳米左右的这个 泵谱光源 然后我们测这个紫外手电筒 这个揉光纸的好处呢 就是它几乎没有荧光效应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386纳米的这么一个方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揉光纸换成这种普通的A4纸 然后我们再用此外的手电筒照它 这会有什么区别啊 原来的385的那个光谱看不到了 然后主要是激发出来的400多纳米的蓝色荧光 这里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为啥大部分荧光增白剂它的荧光波长都集中在蓝光部分呢 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 我发现光谱一可以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以后我会出一系列视频 就叫光谱一还可以这样玩 请大家多多关注 好了各位 今天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